这个男人带着十岁的儿子 已经在丛林里徘徊了三个多小时 他们要找一种会流泪的树拿来卖钱 几个月前男人曾自己来过这里 并在一棵大树上砍下了不少晶莹剔透的树枝 这些树枝形似泪水 是天然的染料 能卖不少钱 只是采集过程艰辛 只有家中急需用钱的男人才愿意干 而眼前的男子正是如此 他叫阿尔玛 是八口之家中的顶梁柱 也是菲律宾现今只剩下不到五百人的 巴塔克族部落里 真正的希望之光 在菲律宾西部有一片与世无争的人间净土 巴拉旺岛 这里是菲律宾人烟最稀少的地方 在巴拉旺岛中北部森林与河谷的深处 生长着一个神秘而古老的原始部落 巴塔克族 他们一直在这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里 以耕种 打猎 采集为生 随着森林资源的匮乏 医疗水平的严重落后 他们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 部落人口开始大量减少 如今只剩下不到五百人 屋顶上这个忙碌者的男人是阿尔玛 今年已经四十九岁的他 是村庄里的最会赚钱的男人 他熟练地切割木头搭建房顶 为了八口之家尽快住进新建的房子 他必须争分夺妙 院子里母亲正带着两个女儿聪明 十四岁的艾娃 十二岁的莉塔 两个姐妹干得非常认真 真是一场完美的合作 这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丹尼斯 十岁的他早已成为小小男子汉 帮爸爸打起了下手 这是可爱的维尼 今年只有三岁 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 她打算用围观为家人们加油 这是女主人玛丽珍 她十六岁时嫁给了阿尔玛 如今三十五岁的她 已经是六个孩子的妈妈了 这是七岁的赫拉 她患有先天性残疾 但好在她得到了家人们最悉心的照顾 家中的大女儿玛丽现在住校 她是部落里第一个上高中的女孩 在数学方面天赋异禀 获得了很多奖项 还上了杂志的报道 这些是阿尔玛永远引以为傲的谈资 她是村子里公认最真诚 最勤快 也最需要钱的人 炎炎烈日下 当族人们都躲在树荫下停工休息 她却从没停止过 摘椰子 捕鱼 做木工 她像陀螺一样旋转着 根本停不下来 即使满头大汗 依然乐此不疲 白日依依不舍 告别绵延的山色 傍晚鸟鸟吹烟 生腾起宁静的夜 村子里没有通电 平时照明只能靠着一个电池灯 今天的晚饭是白米配盐巴 家人围坐 边吃边聊 寻常滋味里 每一口都是欢喜 三餐四季 灯火可亲 你若在旁 便是人间好风景 周一来临 丹尼斯踏上去学校的路 两年前附近建了一所学校 因为没有通往村子的路 老师的行李 孩子们的校园餐 只能通过牛车 或摩托车运送 这是丛林里最佳的交通工具 孩子们喜欢去学校 因为在那里 他们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 阿尔玛准备挖些木薯 它像拔萝卜一样使劲向上拉 地下的木薯便被连根拔起 用割刀将木薯根茎砍断 然后再将一些小的木薯根茎 种植在泥土中 未来 它们会继续生长 木薯需要去皮才能吃 经过蒸煮之后 味道与红薯很像 它是巴塔克族人 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的主要来源 阿尔玛将一把虫子扔进火里 火势瞬间涌蒙起来 这是它专门在树上收集的皮虫 它们是增强火力的秘密武器 今天中午 它们将要享用一顿木薯大餐 学校里 孩子们的午餐是白米饭配炖土豆 这个套餐显然更胜一筹 在巴塔克部落 孩子只要到六岁就可以上小学 三岁的小女儿已经学会自己吃饭 但七岁的赫拉却还需要在妈妈照顾下 才能进食 村里没有医疗配套 赫拉的病一直得不到治疗 所以她的体质越来越差 有时候甚至无法站立和行走 阿尔玛从来不觉得赫拉是个有病的孩子 她把对女儿的所有心疼 化作工作的动力 她希望自己能赚到更多的钱 来为孩子们的生活 做好保障 现在的阿尔玛正在晾晒鱼竿 她即将外出几天 希望她不在的日子里 家里依然可以有美味的食物 收拾好行囊准备上路 这一次她叫上丹尼斯一起出发 开启一场未知的丛林探险 有人出发是为了逃离 有人出发是为了更好的回家 穿越群山的问候 撞进丛林的迷径 拨开藤蔓的荆棘 拨种新的希望 在林间的短暂休息后 他们继续寻找 徘徊了三个小时后 终于发现了这颗老朋友 这是一棵会流泪的宝藏树 它的树皮被割破后 会流出白色的枝叶 历经时间的酝酿 而后凝结成晶莹剔透的树枝 这种树枝是天然的腊染原料 会有工厂花钱收购 眼前的这些树枝 就是阿尔玛几个月前的杰作 他把短刀交给儿子 教他学习收集树枝的新技能 丹尼斯跃跃于世 手法显然很生疏 父亲示意他加强力量 并进行了正确示范 不一会儿 他们就收集了大约一公斤的树枝 可这还远远不够 父子俩继续前进 在不远处又发现了一棵腊染树 阿尔玛熟练地用砍刀将树枝剥露 然后开出新的伤口 为下次的收集做准备 为下次的收集做准备 新鲜的枝叶很快渗透出来 一个月后它将再次解净 夜幕即将降临 阿尔玛升起篝火 他们俩在这里休息一晚 明天继续出发 此刻丹尼斯不再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与父亲合作默契 已经完全适应了丛林冒险家的角色 此时村庄里 玛丽珍正忙得不可开交 丈夫军山之后 她要一个人负责家里所有的货 喂猪 取水 生火 做饭 好在三女儿丽塔可以帮她分担 黑暗迅速吞噬了丛林 不用任何工具在篝火上做饭 对于丹尼斯来说还是很难 父亲耐心地教她吹火的技能 顺便用新挖出的野味 为今晚加了个餐 草地为铺 森林为木 爸爸为伴 此经此景 让丹尼斯觉得 每一口米饭甚至比学校里的更香 夜幕深沉 丛林进入勿扰模式 满天星斗 是天空送给父子俩的晚安文 祝他们今夜好眠 清晨 山谷的虫鸣叫醒大地 调皮的阳光 跳进林间的树叶 点亮了全新的一天 熄灭篝火 整装上路 丹尼斯跟着父亲 一路在林间穿越 当背上的袋子 装满蜡染树枝 他们开始奔赴回家的路 一到家 丹尼斯就迫不及待地跑回了学校 在他心里 这里还是比丛林的生活 更舒适有趣得多 阿尔玛准备去山脚下的镇子 收卖树枝 村里没有交通工具 他只能徒步下山 今天的气温莫名地高 太阳照在身上火辣辣的 让阿尔玛的每一步 都十分煎熬 想到过去两周 翻山越岭的辛苦 即将变成现金 想到家里的生活会得到改善 他的心里 立刻生出了无穷的力量 两个小时后 他终于见到了老主顾 这一百斤的树枝换算下来 总共赚到了约102元人民币 不要小看这个数字 这笔钱 相当于当地普通村民 一个月的劳动收入 蓝天白云 椰林树莹 此刻的阿尔玛 感觉身心如燕 他坐上公共汽车 前往镇上最大的商场 准备狠狠狠狠采购一番 琳琅满目的商品 真让人眼花了乱 糖 盐 咖啡 咖啡 薯条 杂货 收入有限 只能潜尝折滞 但阿尔玛的心里美滋滋的 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快乐 他停留在一家服饰店前 想给儿子买件运动服 昂贵的价格最终让他打了退堂股 路过文具店的他 将目光停留在了一个女士书包上 四十一元 思来想去 阿尔玛还是买下了他 他要给心爱的大女儿 一个大大的惊喜 哪怕这个惊喜的代价 接近他今天所有收入的一半 他迫不及待去探望女儿 为她送上了爱吃的薯片 和漂亮的书包 收到礼物的玛丽 有些小激动 他懂得爸爸对她的疼爱 也暗自下决心 未来要更努力 成为爸爸永远的骄傲 久违的大餐 久违的狂欢 久违的团圆 今天是阿尔玛家族的一场 庆功派对 一家人大快朵仪 忘情门闹 此刻 过往所有的苦 都化作 人间值得 玛丽返校的这一天 阿尔玛一路将她送到村口 背过小河 女儿的身影 越来越远 越来越小 直到已经看不清 阿尔玛站在原地 久久不动 无论她走多远 她是否回头 爸爸 一直都在 躺平盛行的年代 是选择活着 还是选择生活 今天 阿尔玛给出了她的答案 她告别家人 前往丛林深处 为明天的生活 继续踏上寻找之路 不放弃希望 不畏惧苦难 去热气腾腾的生活吧 时光 不会亏待每一个 全力以赴的人 这里是记录 真实记录世界 每一个角落 感谢关注